儿臣此行去了剑阁子童的古战道 礼宾的都江燕 还有杜甫的幻花居所 千佛眼可看了吗 儿臣知道黄额娘心念佛事 已经替黄额娘一一拜过 难为你一片孝心 数到难于上青天 你此行辛苦了 和公燕饮 果九王终于从巴蜀回来了 华妃打扮得过于夺目 眼神不好的太后都注意到了 想来托她办事的人 钱已经到账了 华妃终于有银子买新衣服了 太后赏了那只不摇 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 配才相得益彰 所以让秀苑心做了几身 即便没有太后的不摇 华妃这新衣服还是得买 这么说 不过是拿对太后赏赐重视的说辞 为自己添置新衣找借口罢了 这话听到众人耳朵里 倒有点为了这点醋 包了顿饺子的意思了 所谓为了配不摇 但这一身形头 不知比不摇贵重多少 明显是借口 少拿我说事 什么衣裳得配什么首饰 本宫看华妃 这话题都挑起来了 皇后便再添一把火 生怕旁人没注意到 华妃这身形头的价值 赶忙又提起了华妃的捐花 眼下战事未平 和宫的减少用度 皇后可以强调 华妃的奢靡 亦引起皇上和六宫对华妃的不满 宫中沾发的绢花都是绸缎做的 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 臣妾用的是金线蜜汁 春宝石珠子做的 华妃是得意过头了 在皇上和太后面前炫起了腹 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不妥之处 华妃终于意识到 皇后是在刁难她 而不是羡慕她了 但华妃的应对说辞并不高明 你不提你哥还好 你今天提了 那大家到好奇 年更要有什么样的能力 能供养你的花费了 年更要有多少俸禄赏赐 还让心里有数 你们兄妹的花销能对得上号吗 这番话无疑是给年更要挖了个坑 好在皇上现在没有整治年更要的想法 不然仅凭华妃今日此举 就够年更要喝一壶的 都像华妃一样 有个好娘家才好呢 就不用守着月历银子 过得紧巴巴的 皇后没再反驳华妃 因为此时的她目的已经达成了 这段交锋 皇后并不为成口舌之快 而是让众人清楚华妃的过时 果然华妃上了套 皇后的目的也被达到了 臣妾娘家再好 也是得皇上赏识 快看我们年家都被皇上重视啊 年更要求你这么一个妹妹 但是朕赏赐她什么 她都贴不给你了 不敢当啊不敢当 还得是你哥有本事啊 比我还有钱 你就得瑟吧 嗯 嗯 嗯